大家好 我是吳仔 這一節講一下無線的花彈 一個是前花彈 一個是現役花彈 前花彈是唐詩詠 說他很賺錢 北上發展 吸金 吸人仔 非常厲害 另外一個是李佳琛 他說現任花彈 有人拍到他和前男朋友一起放狗 說他毆斷絲連 反撻機會大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這一節講一些八卦的事情 先講一下唐詩詠 唐詩詠離愁無線 有新挑戰 前事後上金剛節目 探訪林峰的新餐廳 原來林峰現在在大陸開餐廳 說他很人緣 原來說他轉投了古天樂公司旗下 不知堅定流 在TVB也是產量很多 沒時間接其他事情做 回復自由身之後 厲害了 他在大陸狂吸金 他有兩套電影 都接了 有舞台劇 兩套電影跟謝安琪和梁樂詩也有份 梁樂詩也有出來 有人說他出家做尼姑 挑人去法會 說唐詩詠 厲害了 大包圍 他變成了吸金搶手貨 有些報紙說他 很找到 找到多少 不知多少 一百幾十萬 一定不止 因為他這些TVB女一 他之前有些人做開了個價 這個女一 那個女一 這個近期 近期事後 前事後 蛇詩曼那些開拓市場 都這麼貴 這麼直租 他後面那些師妹全部 女人當然越年輕越值錢 是不是 這個 很多人其實上面很喜歡他們 看那些廣東話頻道 那些 龐詩詠 就厲害了 專攻內地市場 什麼都可以做 事實上很多時候 跟TVB脫掉了藥之後 重心一回到內地 全部被人搶著 搶著就拍劇 有兼命 他們根本上娛樂圈 一來人家這麼多 省這麼多 道拍攝 他需要很多新演員 他們都需要兼命題材 說香港 事後 香港小姐 有個地方 好像標籤了 不是你待會北京人看 北京什麼什麼 好像普普通通 是這樣的 魚過了堂就肥 蛇絲曼 又發達 過億 身家在大陸找找找 說他在內地影視圈 佔什麼食慧 蛇絲曼其實就算是最紅的事後 2018年拍過燃起攻略 大受歡迎 收入有增無減 都是事後 胡幸兒 原來失覺 離開TVB之後 選擇其他公司合作 不過後來不續約 而且 自早公司 把重心放在內地市場 拍過很多內地劇集 和孫麗 合作過 那年花開 月正圓 他就 砰砰聲 那些人氣 都很好 他的樣子又 挺有趣 令到他入屋 再拍到一個 乘風破浪的姐姐衣 代表他的人氣 胡幸兒 你說他不紅不紅 不紅極過微博 有1000萬粉絲 是內地家傳會曉的明星 唐詩詠應該都吃到這陣 事後美流 趕上北水尾班車 剛好撞正現在開關 疫情就越累越管 他們的錢就噴噴聲 最近是經濟起飛 你看看youtube多少內地手遊的廣告 巴欣車都出回來 這陣子賺不少廣告費 有旺丹期 大家都是這樣 經濟好 娛樂圈 廣告界自然就會暢旺 接著就要說一說 有錢那個你不愛 從草有路你不走 翻他舊愛齊放狗 李佳心分手兩年 雜誌說他 你又知道 你又見到他哪條口水撕連在一起 嘔斷撕連 這麼嚴重 說到 人家放狗 陳炳傳商場透忙 借愛犬獻善 IG暗藏翻撻的味道 說真的 男女分手 都是女方提出 男人 都很難找回李佳心 很難找回來 男人 就算喜歡別人 本身那個女人 都會有愛意 所以一定會有感情 兩年前 和拍拖七年的陳炳傳 分手 說他群下之神多不勝數 一個又一個緋聞 李佳心 你說他沒有心動 剛剛才跟一個新男朋友 在日本跟人溫泉區 這樣 如果這樣翻託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三國戀呢 還是那個試過不對 還是覺得你最好呢 現在的現代人 不知道 再看看說什麼 說 最近有傳李佳心和陳炳傳 扔煲不扔蓋 寫得真是壞 你又看到人打友誼賽 陳炳傳為見李佳心一面 去商場偷望對方出席活動 癡心情長劍 李佳心亦被發現在IG 與陳炳傳互有牽動 互動互動 當年一起養的愛犬叫鬥士 更成為他們之間重要的軒伴 翻託隨時就不出奇 嘩 一起放狗 以往經常一起放狗 看看 哦 這些相片其實不是現在一起放狗 不過一起對狗有感情互動 這個是真的 你說 扔煲不扔蓋 很難說 但是始終 你始終 他如果是你一起養大的 父母情不在 狗仔情永在 是吧 我講他們2015年拍拖 愛得低調 但是當時李佳心 之前有肚智能愛人 為了谷收事 連那件事都說出來 開頭又沒事沒事 愛得低調 不扔不扔 都是要扔 用來販賣一些個人的私事 之後呢 都被人拍到他們一起 不扔都沒得說 別人都當你是 被人說你美女與野獸 丙全哥 有人說 你看一個舞台劇 你就知道她很有才藝 不是說她沒有 如果你看外表 我們這些很膚淺 不是很深入 女人有時候都不是特別 看一個人的外表 越野獸越野性 可能內女那種 大家同樣溫柔 事事正正的溫柔 沒有這個反差盟那麼大的 喜歡就喜歡 有些女人就是 她本身的基因 她自己都夠精細了 那些五官 我用不著找個男人這麼漂亮 都有的 感情一直都像是穩定 可惜2021年李佳心 而男方不想結婚 而導致分手 你真是 真是壞 不過有些人說 是甚麼 就是覺得 我給不到幸福你 這樣 不可以跟你結婚 唉 有時候李佳心 那些女一 我想一年賺五百萬 都不止了 放下自己小小的 那些愚蠢的骨氣 有福你就響了 有些男人 不知道多開心 女朋友是這樣的 男主內女主愛 你出去拍戲 在家裡報宴鍋 給你吃都行 他不行 他又要做舞台劇 那你就做舞台劇 那個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不愛 你真是 扔出街不知道多少人愛 他說到他很癡心 人家在商場出席 這個男人 還要在商場遠處偷望李佳心 那又何苦呢 那又何苦呢 苦了自己 你還別人一個自由空間 讓你出去試試其他東西 不知道女方會不會很傷心 但如果那個女方都已經被人拍到 和人去日本 你都恨錯難翻了 唉 最近李佳心 經常都按like 去他的IG 那只不過是大家做朋友都可以 都七年了 無論是最近上載的slandom漫畫 聖誕節聯歡會 都首寫劇本 李佳心全部大方比例 從小小的跡象 那些報紙人就寫到兩個絕對是 暗撻 雖然沒有進一步公開大家的留言溝通 但明顯是女方先主動 而陳炳傳好像看穿對方的心意 不時上載與李佳心 當年一起養的愛犬鬥士 每次都表示 為鬥士尤佳 李佳心看到 昔日愛犬日常 大派心心 好像懂得 把關注到自己身上 嗯 可不可以回頭呢 唉 但是那個同種人去日本 開始了另一段新的感情關係 是的 有時候那些女人 有些女人 唉不用想了 那些女人飛了的女人 就潑出去的水 嘛 不是的 你懂科學的 又可以收到回來的那些水 什麼不行啊 有什麼不行啊 你說行不行啊 如果你說你懂科學理論 愛情都一樣 愛情都一樣 但是沒辦法啊 這女人出去了跟別人 其實那些女人本身是很容易溝通的 她跟你本身是大家互相喜歡呢 是 有個慣性在那裡 是 那當然有些女人呢 就是 分得很開的 Friend 是Friend 愛情 是愛情 說得清清楚楚就沒有的 沒有灰色沒有中間的 清清楚楚那些 有這些女人的 那李佳心這個會不會是呢 其實很難說 他們自己才知道 但是不難發現單身兩年的李佳心 為什麼你現在又說她單身呢 就是之前輕整擇那件事 就當沒事發生 現在當她是 是不是當她是一個神女呢 這個是 守生寡 其實不是咯 真的不是咯 我不知道她那時候 究竟跟那個男人在日本那裡 搞什麼鬼 那其實都是雜誌想 炒他們在一起 是不是 那 那 很難的 就是咯 如果她真的有了男朋友 都肉鬼酸 是咯 拍到她在日本開關 立刻飛到游山換水 跟一個年約四十歲的盈男 撐桌腳吃和牛 那你說那條子 只能夠偷偷看 小 愚蠢的 又給不到幸福人家 什麼成不成 你說那些所謂物質 給到幸福他的男人 多的事 喂 喂 給街屋人住 跟他去的旅行 有什麼這麼厲害 有什麼這麼厲害 大把男人有這樣的財力 那 那你說 把自己的女兒丟出去 這些是 很無厘 他都不夠愛 他佔幼肉都不夠 不要說 那個偉大的 我承傳他 我不想害他 那個事緣 他以前的兒子 陳炳傳 根本上 做些東西 就是找不得晚的 那 這樣說 大膽這樣說 因為你做的東西 我以前都做過 是找不到吃的 對 正常基本工資未必有 另外那邊的事後 可能年薪是五百萬左右 大概保守估計 你會明白 當中他們的男方 為什麼會說 都沒有能力 可以娶得到你 我不會和你結婚 但是他女兒 根本上自己都 他那時候說到 好像是想一起 想一起走下去 那你懶有型的 扔女兒出街 沒辦法 這個機會 只有一次 我不知道他有多喜歡 多不喜歡 對自己有多有夢想 每個人都有夢想 不過有些人在夢想 是走不到出來 是走牛角尖 根本上都不著數 整件事 也都不會發生的 你計算到數 有些人青春有限 那個crawley 去到哪一個位 即是做舞台 是不是可以做到李佳心 才叫做可以娶李佳心 以後你只能夠娶些level 比你的女人低 是啊 神經病的 你今天沒有你 怎麼知道他招你有沒有 張家輝以前都是這樣 當然他比張家輝 那時候感覺上更低一點 一些舞台的導師 都會參加劇場的創作 那行業基本上 是不會滿足到 給女人的那個 還要是一個這麼高貴的時候 唉 真是 有緣無份都沒有辦法 那這些人家的私事 那如果你說女方有一個新的選擇 這樣就恭喜了 不是那麼容易的 放得低一段舊的感情 再展開新的一頁 其實每個人都是需要的 如果不是 就是經常擁著那個 就是擁著那個 就是擁著舊屎 衝了去吧 嘩 真是這樣做 好了 今天先講到這裡 沒有空了 拜拜